这次呢 我们有九位呢 护送我们如意娘娘精神 我们台东呢 开始出发 终于到我们的故乡 这次我们台胞最大的大概有 84岁 那年轻的也有36岁 那这一次呢 因为有如意娘娘的精神在 大家愿意来随着娘娘来 透过这次如意娘娘的一个 省清年轻的这样的活动 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 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希望说你们可以影响更多的 我们小时不春的这些年轻人 一起参与 要让他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来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如意娘娘跟 麻祖娘娘是以孝道为传承